嗨,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千華,歡迎收看本集的Videotalk,我是主持人千華 那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沒有在追劇,像我自己就在追一部公式最近很夯的台劇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可是在看過之後我們發現竟然有幾個有關保險的錯誤知識 因此我們趕快找了保險專家來替我們稍微解惑一下,以免我們犯同樣的錯誤 嗨,我是友邦仁壽金代保險部的主管,我畢姓張叫志斌 那在金融業到今年剛好已經從事滿23年的事業 那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有關於金融保險的相關知識 大家好,我是三立華劇的莉莉編 其實我們很多戲劇裡面也都有跟保險有關 包括我們現在我的青春沒在怕裡面有一位主角 她的職業就是曾經是保險專員 所以今天來跟專家一起來探討一下保險的相關問題 好的,那首先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的婆婆怎麼這麼夯裡面 一開始就是因為保險有人過世了 然後保險的受益人的問題有一些爭執 那可以請協理幫我們稍微講一下 大概他們出了哪些問題嗎 我婆婆一直很擔心說 這個兒子成婚了 然後媳婦會不會變成以後 兒子身顧保險金給付的唯一受益人 他擔心自己的權益受到一些損害 那往往我們實務上也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身顧保險金的受益人的欄位 他去填寫所謂的麻把第一繼承人 那其實這樣的做法 就等同有指定的受益人的這樣的意味 那配偶其實是跟第一順位的繼承人同時繼承 那繼承順位就是 所以簡單的來說 其實婆婆不需要這麼擔心 他是基本上是可以跟那個 配偶的部分 來做到所謂均分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過最終還有一個讓我很好奇 就是那個媳婦被逼簽放棄的那個 自願放棄保險金的那個契約 到底有沒有這個東西 那就算法定繼承人同意所謂的 拋棄繼承權 那我們保險公司基於保險契約 還是會給付保險金給這個所謂的 指定的法定繼承人 也就是我剛剛有提到說 欸我想要留愛給我想愛的人 像我們現在就是有一齣新戲叫做 我的青春沒在怕 有一個女主角陳語希飾演的 她曾經是一個保險專員 那我有準備一段影片 這是我們公司為客戶 量身打造的理財規劃 剛剛就是我們的女主角是保險專員嘛 但是她就是在跟客戶在溝通的時候 她有提到說這是您的理財規劃 那想要了解一下就是 這也算是保險專員裡面的一個業務範圍嗎 我不能說她用所謂的 理財規劃這幾個用詞是錯誤 重點是在於就是說 她在做這個規劃裡面 有沒有特別提到說 我是使用保險相關的工具 我每年固定存一筆錢進來 那保險公司幫你做這筆錢的一個管理 那當我在65歲或者是70歲的時候 我才決定要開始退休 除了現在政府幫我們做的所謂的這個勞保 或者是各種保險 或者是國民年金以外 我透過商業的保險 來解決我未來這個退休會產生的問題 它都可以統稱為所謂的理財規劃 但是最最重要的一點是 當我在做這些規劃的時候 我所提供的工具 我必須要跟我的客戶說明清楚 就是不要以為買到的是固定利率 結果後來發現是利貶之類的 其實我們有很多保險糾紛都是 沒有溝通好 然後一方可能沒聽懂也不知道要問 然後後來可能跟預期的不一樣 然後就覺得我是不是 對我是不是被坑了 所以就很多會有那種誤會產生 對 好的那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謝謝所有收看我們這集 BTO Talk的觀眾朋友 也謝謝Denson幫我們做了這麼多的功課 跟解說 謝謝LilyBN提供的問題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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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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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太狂打 有很多東西 我支援